在妇女节的这一天 赵丽举行了十大杰出女青年颁奖 获奖者每一位都很特别 都是了不起的女性 有去年勇夺奥运银牌的举重选手许淑静 还出现了第一位新移民身份的杰出女青年 还有女检察官 女老师等等 恭喜她们 从副总统吴敦毅手中接过讲座 第二十二届十大杰出女青年 好风光 用服装展现自己最骄傲的身份 身为中华民国第一位女娲人的黄慧芬 穿上整齐军装 服务于红十字会的徐孝司 也穿戴着橘色工作背心 而来自柬埔寨的新住民女性林立禅 一身绿色柬埔寨国服 更蕴藏着对母亲的思念 那妈妈在过年前就走了 突然心脏病 这个荣耀她没有办法参与 所以我把她的衣服拿来穿了 我希望说她是 就是实时跟我同在 那她也参与我这个荣耀 十六年前就嫁来台湾的林立禅 平常的工作是美法师 身处异地 却还是积极投入台湾的志工服务 现在还在建国科大工 读社工硕士 是十大杰出女青年 有史以来第一位新移民得奖者 不过除了国外来的朋友之外 在伦敦奥运赛场上 勇夺举重银牌的台湾之光 许淑敬也没缺席这场盛宴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我会更加努力 然后达成更高的目标 然后为台湾争光 取重多重你就把它举起来 就像我们现在在中华民国 每一个工作岗位的 其实都在做取重 你看在政府的人 就要把精心举起来 做检察官要把正义举起来 老师要把枪举起来 吴副总统以举重来比喻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 这回是大杰出女青年选拔 有多达143位各行各业的女性角逐 不过对主办单位来说 遗珠实在很多 无论最后是否得到奖项 都是最美丽的认真女人 有点tv梁山沉一秀台北报导